英國早前勒令中資要出售晶圓廠股份事件,持續發酵。 英國的南威爾士阿格斯布在11月28日以有議員督促,英國政府確保紐波特芯片製造商的貿易安全為提報道。 英國議員警告隨著半導體行業的國際競爭升溫,英國正錯過了半導體行業的外來投資。 報道提到英國政府較早前迫使中資文態科技全資擁有的安勢半導體,出售英國最大的微晶片工廠紐波特晶圓製造廠至少86%的股份, 引起了當地議員、業內人士和工廠員工的不滿。 紐波特工作了二十多年的米切爾對政府的決定感到震怒和憤怒。 他說事件是英國政府的恥辱,政府本來應該提高水平發展經濟,並且鼓勵外商投資。 另一員工也諷刺地形容英國政府這一行是偉大的決定。 政府堅稱出售紐波特晶圓製造廠可能會給納稅人帶來巨大的成本。 但現實是自從安勢半導體在2021年7月收購以來,它對工廠投入了大量資金,保住了接近600個崗位。 並且令這間工廠成為了南威爾市最大的半導體工廠。 根據英國新聞網站Business Live的報導, 安勢半導體原本擁有14%的少數股權。 但因爲工廠的所有者,Leptune 6,因爲在2021年經營不善,沒有辦法滿足客戶的訂單, 觸發了一項條款,令到安勢半導體可以獲得工廠的所有權。 紐波特晶圓的職工代表在一封給政府聯合信中說到, 阻止安勢半導體對晶圓廠的收購,將會是自工廠的員工於危險當中。 現在正是一個經濟非常困難的時期, 即是政治人物,將工人從煎鍋裡扔到火爐, 這個決定很可能會影響到工廠的產量, 並且影響到對接炮老虎、博世等公司的供應。 信中說到,在安勢半導體的管理下,工廠新增一百多名員工, 還三次提高了員工工資,支付了上一代運營者未有準時發放的資金, 與之前的經營不善形成鮮明對比, 因此員工們不希望再為上一任的運營者幫他打工。 根據英國媒體23日的報導, 即是這班職工與當地議員盧斯瓊斯和傑西卡摩登會面, 並且表達他們的不滿。 議員也積極為他們爭取權利。 盧斯瓊斯在22日在下議院提出政府決定將危及當地高技能工作崗位和穩定。 據了解,英國政府這項決定是根據今年生效的國家安全和投資法, 儘管經歷了包括約翰遜、卓偉斯在內領導人的換屆事件。 英國政府也是決定以國家安全為由阻止收購。 相關專家認為英國政府利用了2022年生效的法律去追溯一宗2021年已經完成的交易。 難免令人懷疑英國政府別有用心。 根據媒體報道,紐波特晶圓廠生產的半導體主要是用於電動汽車, 即是也不是很高技術的晶片,也是比較大塊的晶片。 英國政府表示中資收購這間工廠會給國家安全帶來兩大風險。 第一,收購會導致生產技術和經驗洩露給中方, 但這些半導體是用於電動汽車的, 即是不像iPhone14這些,用一些比較尺寸較少的晶片。 第二,乾工廠位於英國重要的工業園區半導體的集群, 中資協將會導致集群難以從事與國家安全相關的項目。 對於英國政府要求安勢半導體發聲明感到震怒和沮喪, 會依法上訴。 根據英國天空新聞網報道,安勢半導體認為, 工廠的收購經歷了英國政府兩次安全審查, 批評政府故意沒有做一些有意義的對話。 英國《衛報》24日報道說, 安勢半導體計劃將產量增加一倍甚至兩倍, 並且新建兩家工廠。 報道說到,他說他是安勢半導體希望英國政府能夠改變主義的最後一步, 但政府並未同意與安勢半導體的管理層再作進一步商討。 目前英國政府還沒有提出合適的補救措施。 中國通訊行業資深觀察人士項立剛說, 英國政府要求中方設置的舉動,實際上是政客或彰顯政治姿態的表演。 員工代表向國會議員提議的訴求才是企業真正的訴求。 項立剛也說到,英國政府現在緊跟美國要求當地的中資進行脫歐, 脫離。 這不僅是損害了企業正常發展規律, 不利於英國技術產業的發展,以及直接損害了員工的設身利益。 項立剛也說到,英國不是一個特別吸引的地方,有四大因素。 第一是市場太小,第二是人員成本高,第三是專業人才短缺, 第四是相關的鼓勵政策較少,令到英國在高科技領域一定要依靠海外市場。 貝克麥堅持律師事務所倫敦分所合夥人呂曉飛認為, 英國政府引用的國家安全和投資法沒有就國家安全的概念給出定義。 英國政府有機會有濫用這條法案的機會, 英國外資審查制度,大家都會理解的是一個大趨勢。 但是管轄範圍過於寬泛,處罰措施過於嚴苛,又可能矯枉過正, 在規避一切所謂國家安全的風險的同時,也會阻礙英國的需要發展。 簡單總結就是,第一就是英國用國安控管中資投資的關鍵產業, 但問題是,何謂國安、何謂關鍵呢?似乎給了英國政府很大的操作空間, 有機會令到一些投資方不夠膽在英國投資, 隨時害怕被你清算,迫你賣出股份。 第二就是英國經濟,早前央行有說到,很可能經歷連續八季的衰退, 堪稱比經濟大蕭條的年代,即是1920年代,更加嚴重的衰退,更長的衰退。 拋棄這麼重要的,而且能夠扭轉工廠頹勢的投資者, 是不是真的對英國這個國家來說是有得益呢? 會不會最後就是政客得益,工人受害呢? 這個也是備受關注的。 然後說第二個話題就說波蘭政府, 波蘭政府似乎近日就拆不住了, 綜合路透社等媒體報導, 波蘭政府11月29日就說,計劃向政府提供場所, 在政府提供場所裡面住滿了4個月的烏克蘭難民收取食宿的費用。 自從俄烏衝突升級以來,波蘭是烏克蘭最堅定的支持者之一, 已經有超過100萬名烏克蘭難民在鄰國波蘭臨時落腳, 但是援助資源正在枯竭中, 波蘭面臨生活成本危機和政府預算緊張的問題, 難民越來越難獲得援助和住所。 波蘭政府在最新的聲明中說到, 滯留在波蘭集體住宿點的烏克蘭公民, 將要分擔住宿和飲食成本, 在政府出資的酒店房間或者學校宿舍, 居住了超過120天的人, 將會必須支付50%的費用, 每人每天就要給接合人民幣63元, 因為現在美元上升了, 大概是接近80元港幣, 180天後就要支付75%的費用, 即是去到人民幣80多元, 即是接近港幣90多元, 差不多100元, 根據計劃, 因年齡或殘疾而無法工作的人群、 孕婦和照顧三個或以上的家庭, 小朋友的家庭可以例外, 波蘭政府希望新規定能夠在2023年3月1日生效, 路透社說這項法案將會提交給波蘭議會, 預計將會輕鬆通過, 另外波蘭向烏克蘭難民提供福利也進一步收緊, 政府計劃拒絕讓離開波蘭領土難民給錢, 早前德國被人笑, 原來有一群烏克蘭難民來了德國, 然後拿了德國福利, 然後回到烏克蘭難民, 有政客批評這群根本是福利難民, 無論如何都好, 波蘭這個舉動也是在針對這群人, 對此波蘭總理莫拉維茨基表示, 這些措施都是為了確保波蘭的立場, 可能是少給一些難民的錢, 因為接下來將會有更多烏克蘭人, 就會抵達波蘭的領土, 現在每天都要接收大約一千名難民, 所以波蘭政府要留多些財政資源, 就給下一波難民潮, 簡單總結就是, 第一, 波蘭總理莫拉維茨基是一個著名的反俄派領導人, 他這番言論, 其實都很反映到波蘭的民意, 就開始有些微妙的變化, 實際上波蘭就經歷能源高企, 大陸上漲, 再湧入大批難民, 增加了當地的治安風險的同時, 也是為了就業市場帶來衝擊, 早前烏克蘭的導彈疑似跌入波蘭的境內, 波蘭已經有議員不滿政府的態度, 也獨促政府, 要重新考慮在毆衝突上放棄中立這個舉動, 是不是明智的, 這些右翼不一定是親和的, 如果你說他在選舉上, 他可能也不是說自己是親和的, 但他們一定是標榜本土優先的, 到時歐盟、澤蘭斯基這群想捆綁烏克蘭的國運, 和其他國家一起捆綁的人就未必得逞, 第二就是烏克蘭的民眾並非個個感恩, 根據俄羅斯衛星通訊室27日, 緩引了波蘭媒體的報導, 說早前烏克蘭的難民被要求搬出去當地一間免費的酒店, 但他們拒絕離開,並且發起抗議活動, 波蘭評論員皮亞斯特就說, 攝氏的酒店安置了包括婦女、小朋友、 相見人士在內的250名烏克蘭的難民, 而且完全免除他們的住宿費、 適合餐費用、水電費、清潔費、停車費。 換句話說,這群烏克蘭人就是用波蘭納稅人的錢, 享受一個在波蘭的存包式的假期。 在烏克蘭的衝突一開始, 他們就已經預測過了, 向一些真難民也好、假難民也好, 提供過多的優待, 就會導致波蘭這個國家收獲了一群永遠不會知足, 而且有各種要求的遊手好閒者。 你看看波蘭也有人感不滿的時候, 習年斯基也是要警惕, 即是說最親密的戰友, 他自己的歐洲民意, 波蘭民意也有一些微妙的變化。 如果他強行持續這場戰爭, 相信他會發現自己越來越少人幫助, 這就是我今天上半段的分享。 大家好,巴士的布除了在YouTube有片看外, 在另一個平台石樓台也有很多獨家內容, 例如石樓台新節目《10分鐘看中國》, 每天用10分鐘告訴大家中國發生什麼重要事, 大朋友和小朋友都對看。 現在很多媒體比較少說中國的新聞和分析, 而且多數都是說負面的, 少有說正面消息。 叫年輕人每天抽10分鐘, 看石樓台新節目《10分鐘看中國》, 就會知道國家發生了什麼事, 可以更深入了解國家。 石樓台歡迎全球觀眾訂閱, 希望你也支持巴士的布訂閱石樓台。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布, 去巴士的布網站就可以找到石樓台, 瀏覽石樓台內容介紹, 以及免費試看一些精選節目。 多謝大家支持。 地位置有限的某種類的報告, imo這次回到石樓台前往至14階裡。 除了亞洲豪大平現在對馬東彩的一彈來。 很新鮮的一彈例目。 Señor,連任由航空講究童子。 身旅館的一彈, 武漢的一彈。 。 金是歷勢的。 右前面的食物肉奥大天中生為你? 那麼大山得水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